我的亲生儿女为了钱 逼我和他们的爸离婚 就是让他爸娶有钱的小三 让他们变成富二代 最后 我被白眼狼儿女和渣男逼死 回到了三年前刚准备离婚的时候 而这一次 我继承了亲叔叔的亿万家产 冷眼看着那些人痛哭流涕 跪在我面前忏悔 看着小三破产流浪 看着他们为了一口吃的 打得你死我活 这一次 我要为自己活着 38岁那年 我死了 被我的儿女和前夫逼死的 他们诬陷我是个神经病 说我有狂躁症 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中逃出来 却被前夫的人抓走 我被人推散着 摔倒在地上 抬头看向面前的人 我亲生的儿女冷漠闲雾的看着我 就像看着肮脏的垃圾 你怎么跑出来了 有病就该好好治病 爸爸 你快把他送走 一会妈妈看到该生气了 女儿丽瑞欣对着前夫撒娇 你看他像什么样子 我看到他都恶心 儿子李凡飞也附和说 今天我有同学来家里玩呢 让别人看到这个乞丐婆会怎么看我 快把他丢一边去 真是脏了这块地儿 我拼了命生出来的儿女 我掏心掏沸腾了十几年的孩子 转头就能丢下我 喊一个拆散我的家庭的女人妈妈 却说我是个乞丐婆 我给他们丢脸了 我挣扎着想起来教训他们 被前夫一脚踹在身上 他语气中带着恶意 听到了没有 别在这里爱我们的眼 你怎么还不去死 他说这话的时候 李凡飞和李瑞欣只是冷眼看着 李凡飞眼里甚至还有些不耐烦 爸爸 我们先走了 你快收拾完他回去吧 别浪费时间 说吧 穿着名牌 一脸高傲的李凡飞和李瑞欣都走了 只剩下我和前夫李藏和 他又踹了我几脚 嘴里骂骂咧咧 接着吩咐人 把他弄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 别让我再看到他 他的手下应声之后就要来抓我 我疲惫而痛苦的身体 忽然涌现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就这样死了 我要让李藏和这个贱男人给我陪葬 我狠狠地冲上去 撞在李藏和的肚子上 使劲抓着他按向窗户边 接着我们一起从窗台坠落 我能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 是李藏和惊恐扭曲的嘴脸 我畅快地笑了 喂 我饿了 做饭了没 一觉醒来 我听到李凡飞的声音响起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现在还不做饭 你干嘛呢 我只觉得头痛欲裂 看东西都模糊了 李凡飞的语气越发不耐烦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 吱声啊 我看向周围 一种寂寞声又熟悉的感觉包围了我 这是我曾经的家 在我和李藏和离婚后 就彻底被赶了出去 房间门被猛地退开 李凡飞比我印象中 稍显知嫩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你又发什么愣呢 还不赶紧做饭 我吃了饭还得睡觉呢 他瞥了我一眼 嘀嘀咕咕 天天在家闲着 也不知道你干什么了 真没用 我行动一阵 一把抓过旁边的手机看时间 是我死去的三年前 就是这段时间 李藏和和我摊牌 非要和我离婚 而李凡飞和李锐欣 跟李藏和出去一趟后 也彻底被有钱的小三打动 忘了我这个亲妈 我这是重活了一次 巨大的变化 让我忍不住又哭又笑 上辈子 我付出了半辈子的心血 却换来被所有人背叛的结局 这辈子 我要好好活着 我要让他们都付出代价 李凡飞皱眉看着我 嘴里不甘不敬骂了一句 神经病 看着就烦 我站起身定定地看着他 随机抬手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在李凡飞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又给了他一巴掌 李凡飞被打懵了 是啊 从小到大我从没打过孩子 对待他们总是一味的纵容 满足 结果就养出了两个白眼狼 上辈子 李藏和虽然背叛了我 最让我心寒的 还是这两个我亲生的孩子 他们对我忽来喝去 没大没小 嫌弃我丢人 我那时候还找借口给他们开脱 觉得我自己太没用了 他们不愿意承认 我是他们的亲生母亲 甚至把我视为耻辱 去认小三做自己的亲妈 去产妹讨好 我永远记得 李凡飞和李瑞欣 在逼我离婚时说的那些话 你看看你自己 配得上我爸吗 说你是我妈 我都嫌丢人 要不是没得选 谁想让你生出来 一股子穷酸劲 现在我爸要往好的地方发展了 你能不能别拖我们的后腿 我爸出轨不是他的错 都是你的原因 你要是为了我们好 就该和我爸离婚 让他和王毅在一起 我闭上眼睛 遮住了眼角的泪水 既然他们都不认我这个母亲 那我只当没生这两个畜生 李凡飞捂着脸震惊 随即大怒吼道 你他妈的敢打我 你他妈的有病吧 我弄死你 说完他就扑上来 要和我动手 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本来力气就大 我根本打不过他 我随即从桌子上 抄起台灯对着李凡飞 你敢打我试试 李凡飞笃笃定 我不会打他 因为我以前是那么疼爱他们 甚至比爱我自己更甚 他还想冲上来和我纠缠 我毫不留情地挥动台灯 打了下去 李凡飞的刺耳叫声 响彻整个屋里 恰好李藏和开门进来 他就没问 怎么了 又出什么事了 我憎恨的看着面前的男人 恨不得冲上去撕腕他的脸 我是孤儿 一路摸爬滚打着长大 高中毕业后 我没能考上好大学 就在同班同学李藏和的窗多下 跟着他南下打工 李藏和是我的初恋 我十九岁的时候 就为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李锐心和李凡飞 那时候我以为我是幸福的 就算家里很穷 就算每天又要带孩子做家务 又要出去工作 我依然很开心 因为我有家了 或许是我自身 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 所以我对家庭非常有执念 我渴望温暖的家庭 我下定决心 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小家 每天辛辛苦苦整理家庭 准备饭菜 还要去做小事工赚钱 渐渐的 我越来越憔悴 李藏和的变化却越来越大 他开了一家洗车店 人到终年保养得体 显得儒雅又英俊 后来他邂逅了一个 来洗车的漂亮女人王颖明 王颖明开着保时捷 我试了只会拖他后腿的黄脸婆 我咬紧牙关 就是不离婚 我要维护我的家庭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失去父亲 谁知李藏和带他们俩出去一趟后 两个孩子立刻叛变劝我离婚 你看看你 再看看王颐 你怎么能跟他比 爸爸和王颐是真心相爱 是天生一对 你怎么能拆散他们 王颐说了 以后会送我们去留学 还得我们买豪车大房子 这些你能给我们吗 你是我们的亲妈 你也想我们好对吧 你不能那么自私 只顾着你自己 他们的话像是刀子一样 一下一下刺在我的心上 只把我刺得鲜血淋漓 便体鳞伤 后来见我软硬不吃 李瑞欣就开始威胁我 如果我不离婚 他就不上学了 也不吃不喝 就这样熬着自己 我那时候可笑地心软了 就同意了离婚 李藏和却一分钱都没给我 还怕我再给他添麻烦 就诬陷我有病 说我精神不正常 经常虐待孩子们 还要杀了他 而我的孩子 为他们的父亲作证 亲手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李藏和 就是我不幸的来源 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这辈子 我绝对不会让他好过的 爸 他疯了 他打我 李藏和卤着脑袋 鬼哭狼嚎 那里已经被台灯打出了血 李瑞欣也跑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尖叫出声 我是疯了 上辈子就已经疯了 在他们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 我天天就在幻想 李藏和的各种死法 但我不能那么做 我不能让他那么容易就死了 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李藏和扶着李藏和 看我的眼神 带着不耐烦和怒火 你疯了吧 自己儿子 你下那么重的手 这日子不能过了 离婚 我笑了笑 行啊 那就离吧 一时间 屋里人都愣住了 三人齐齐盯着我 眼中闪不惊喜 真的 你真的同意离婚 李藏和也不服李藏飞了 敢忙向我确定 你不是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 我和他对视上 看着这个人边兽心的畜生 就控制不住心中的憎恨 不过我也有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 只要能满足的 我都满足你 李藏和语气里 带着一丝轻松愉快 咱们尽快去办理离婚手续 李藏飞和李瑞欣对视一眼 也跟着笑了 这就对了 妈 何必因为你自己 耽误那么多人呢 离婚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李瑞欣对我露出笑脸 哼着哥回去收拾东西了 他马上就要成为富二代了 怎么可能不高兴 而李藏飞 像是完全忘了自己头上的伤 开始拿出手机发信息 想必是在给他未来的新妈妈报喜吧 这家子人 已经坏到根里了 我的条件就是 洗车店和房子都归我 你以后那么有钱 想必你也用不着了 我看着李藏和说 既然孩子都想跟着你 那两个孩子都归你 从此之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同意的话 我们明天就可以离婚 上辈子我太傻 只顾着痛苦伤心 稀里糊涂签了离婚协议 结果什么也没分到 这一次我要先为自己争取利益 李藏和看着我 脸上有些犹豫 显然是舍不得他的钱 你要搞清楚 是你先对不起我 如果我不开口离婚 那你永远也不能娶那个女人 我拿捏住了李藏和的心思 那个女人现在跟他闹得厉害 一直在逼着他离婚 李藏和不敢再耽搁 听说那个女人是开美容院的 她那么有头有脸 如果让人知道 她和有父之父搞在一块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你要是不同意 我是不会离婚的 果然李藏和听完之后 咬咬牙下定决心 行 你别反悔 我不会反悔 我只会让你后悔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和李藏和一起去了民政局 王颖林开着跑车也来了 他今年33岁 漂亮优雅 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 站在李藏和身边 看向我的眼神 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 而我 也是30多岁的年纪 和王颖林站在一起 就像是比他老了十几岁 我和李藏和从民政局的大门出来时 他脚步急促地走向王颖林 脸上带着明显的笑容 就在两人拥抱的时候 一桶粪水泼在他们身上 王颖林不敢置信地僵住 随即尖叫起来 李藏和 你对得起我吗 一个女人愤怒尖锐的声音响起 我露出一个无声的微笑 好戏开场了 来人叫陆红 是洗车店的员工 也是李藏和以前的出伪对象 上辈子我就知道 李藏和不老实 也知道他在外面乱搞 但是我被自己所坚持 维护家庭的思想观念 紧紧束缚 宁愿打过牙齿吞肚子里 也不愿意离开李藏和 这辈子不一样了 我就要狠狠报复李藏和 我要看他倒霉 那样我才会觉得畅快 陆红是个非常有手段的女人 就算他离开了洗车店 李藏和也一直和他藕断撕连 这些我都知道 所以昨天晚上 我故意打电话给陆红 和他哭诉李藏和和我离婚的事情 我对着电话那头说 李藏和说了 王颖林才是他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陆红啪一下挂断电话 他性格急躁 根本压不住是 他可以接受自己做第三者 却不能接受自己又被别人删了 他以为李藏和多精英 英俊又爱他 殊不知自己也是个 可以随时被抛弃的物品 看着几个人闹成一团 周围的人纷纷围观拍照 气气思语 我也掏出手机拍了起来 陆红可不管那么多 甚至看的人越多他越来劲 对着王颖林就是一顿骂 你的小贱人 敢抢我的男人 你知不知道他睡过我 我还替他怀过孩子 闭嘴 李藏和丢了大面子 他像陆红的眼神 恨不得杀了他 陆红嚣张惯了 他本就泼辣 如今又在气头上 撒气 泼来更是厉害 完全不懂看李藏和的眼神 还在吵吵嚷嚷说 李藏和对不起他 骂王颖林是个贱人 王颖林自视清高 如今当众难堪 杀陆红的心都有了 自然也迁怒到了李藏和身上 他猛地推了一把李藏和 你给我滚 接着怒气冲冲地上车 很快就离开了 只剩下李藏和 被陆红纠缠 你敢对不起我 你以前说 跟你老婆离婚娶我的 一个贱男人 陆红上去就挠李藏和 把他的骏脸挠出一道道血印 李藏和眼珠子通红 对着陆红就是挤巴掌 把他打倒之后 又使劲踹了几脚 你他妈的神经病 老子说了好聚好散 你听懂人话是不是 两人开始狗咬狗 谁也不甘失落地 开始攻击对方 我看着牛打在一起的 两个人抱了紧 站在隐蔽的角落里 我看着警察过来 分开打得难舍难分的两个人 把他们都带上警车 陆红的脸又轻又紫 他不断哀嚎说 要告李藏和 给这段视频 取了一个劲爆的标题 听说是小三在民政局门口 打小四和渣男 你们怎么看 果然 这天下午这条视频就爆了 有人认出了 视频中的男人就是李藏和 还有人直接圈了 两外两个社交账号过来 李三菲 李瑞心 这好像是你们爸爸吧 我看事态已经发酵得差不多了 就删掉了视频 不过已经有有心人保存了视频 在打码之后重新发了出去 李藏和他们的身份 已经被扒得差不多了 还有人匿名把他抛弃原配 勾搭不同的女人 以及和有钱小三在一起的事情 说了出来 我这个可怜的原配 成了被别人同情的对象 李藏和则被人骂得出不了门 连网隐名的美容院 都受到了牵连 有人向他的车上 和美容院门口丢脏东西 还偏偏没抓到钻人是谁 评论里是被他们一片骂声 这个狗男人真不是东西 有两个孩子了 还去找小三 真是可怜了原配和孩子 这些人来说句话 孩子才没你们想象中那么可怜呢 人家可喜欢 新妈妈 怎么回事 展开说说 我点进李帆飞和李瑞欣的 社交账号中看 在我答应李藏和离婚的那天晚上 他们都发了视频 李瑞欣是发了一个名牌包 配文字说 从今天起告别过去 开始新的美好生活 而李帆飞则是拍了一辆 价值不菲的摩托车 配文字说 好看吗 我妈给买的 有人开始在下面评论 这是你家的车吗 是小三的车吧 那么快就接受新骂了吗 你和你爸是一样的人吧 从没见你发过你妈妈 但是好几个视频 都有小三的身影 真是白眼啊 两人被骂了好一阵子 李瑞欣一开始 还和评论区的人吵得不可开交 骂他们多管闲事 骂他们嫉妒自己 但随着来的人越来越多 李瑞欣不敢再骂了 他和李帆飞 很快把自己的账号 设置成了私密 未经能想到 李藏和他们那么爱面子的人 是多么暴跳如雷 肯定比用刀割他们的肉 还要让他们痛苦 只是他们这些痛苦 对比我当年经受的痛苦 不过是千万分之一 当年我被所爱的人背叛 被殴打羞辱 被赶出家门 连个吃馒头的钱都没有 后来还被他们污蔑 送进了精神病院 那种痛苦他们根本不明白 接下来 我还要一步步 毁掉他们所有的东西 我卖掉了李藏和的洗车店 用这笔钱开了一家蛋糕店 我需要一个拥有 稳定收入的工作 而开甜品店 一直是我多年以来的愿望 从前作为李藏和的妻子 我把自己全都奉献 给了家庭 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现在可以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和我一起搭档的 是我在这个城市里 唯一能说得上话的朋友月月 她性格温和沉稳 对我也很是关心 有一天 月月忽然问我一件事 双双姐 你有没有想过去做个DNA 采集 我看好多人都靠着这个 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我想也没想就摇头 算了 这都多少年了 从前我也幻想过 和自己的亲人见面 也曾经想过去采集DNA 李藏和劝我说 这都多少年了 哪还能找到呢 你别没事瞎折腾了 想那么多做什么 不如想想 今天晚上做什么饭 天天吃你做 那些东西都吃腻了 当时的我被这样一说 也慢慢放弃了心里的想法 这么多年了 我心里的希望 早就被摸美了 更何况再经历了 李藏和他们这些所谓的亲人 之后 我不敢再对其他的亲人 抱有什么期待 我害怕 万一我的那些亲人 根本不想见我呢 万一他们是和李藏和一样的人呢 我不敢赌 月月却非要拉着我去做采集 她说 我的家里人 可能已经苦苦等待了几十年 就是想再见我一面 如果是那样 我错过了他们 肯定是个遗憾 双双姐 去吧 我陪着你一起 在月月的软磨硬泡之下 我还是去了 心里却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一个月之后 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请问是张晴霜小姐吗 您的信息采集配对有结果了 您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来一趟 我挂断电话 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 比起惊喜 那更多的是一种 对未知的迷茫和恐惧 如果我的家人 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 我该怎么办 后来转念想安慰自己 事情再怎么坏 也不会比上辈子更坏了 没底的坐在他对面 面上却表现出一副 气定神仙的样子 您好 是张晴霜小姐吧 她说起话来 文质彬彬的 我是您叔叔顾颂云的代理律师 我姓蒋 代理律师 我心中沉甸甸的 我的家人为什么不来 难道他们不想认我吗 蒋律师掏出一份文件告诉我 您的叔叔已于今年三月份离世 根据他生前的嘱托 我们找到了您 您将会继承顾先生的大部分遗产 什么遗产 我震惊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接着蒋律师娓娓道来 告诉了我这么多年发生的事情 原来我的父母 当年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在我三岁的时候 他们带着我出去旅游 却遭遇意外 不幸离世 而我也在这场意外中 不知所终 那么多年来 叔叔一直在寻找我的下落 却迟迟没有找到 这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去年叔叔得了绝症 自觉时日无多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找到我 弥补我这么多年受到的苦 他没有欺儿 就把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财产 大部分都留给了我 而剩下的捐给了慈善机构 希望能记得行山 让我早日回家 听完蒋律师的讲述 我就像被人用棒子 狠狠打中了脑袋 完全被这些话中 蕴藏的信息量惊呆了 原来我不是被抛弃的人 原来我的家人一直在寻找我 不过造化弄人 上辈子直到去世 我都不知道 关于家人的一点信息 可我唯一的亲人 也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复杂的感情 让我一时间说出话来 手指也在不自觉的颤抖 最后我问 我能见一见我的父母和叔叔吗 当然 蒋律师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 上面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微笑着抱着一个婴儿 身边还站着 另外一个英俊的年轻人 这是您的父母 这是您的叔叔 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场意外 那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同 我会有美好的家庭 疼爱我的父母 和光明灿烂的一生 而不是陷入淤泥般的生活 苦苦挣扎 却无法自拔 最后蒋律师告诉我 您的家族拥有庞大的资产 您的叔叔是非常有名的企业家 他名下的产业链很多 包括大型商场 房地产 和一些食品加工厂等 这些是详细资料 除此之外 您还会继承 顾先生名下的实际处房产 还有他所有的收藏 我翻看了这些资料 万万没想到 我的叔叔竟然这样有钱 那是一个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从今天起 我也是有亿万身家的人了 这个巨大的馅饼 直接把我砸梦了 就在我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时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电话那头的人 话语中带着一丝亲密 张晴霜 别说咱们离婚了 我就不念着你 我不是那不念旧的人 我和林玲就快订婚了 订婚典礼的蛋糕和甜品台 就交给你做吧 你可得做得高档一点 来参加订婚宴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可别让我们失了身份 是李藏和 他竟然还有脸打电话给我 我没有拒绝李藏和的邀约 为什么我要拒绝 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我不需要再为金钱发愁 也不用忌惮王一鸣 和他那位据说非常有钱的爸爸 有一瞬间 我曾经想过 我现在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必要和李藏和他们再纠缠下去 好好享受生活不好吗 可夜晚做梦 我还是会被前世噩梦般的经历惊醒 我看着黑暗的窗外 终于想清楚了 曾经的伤害是不能够被磨灭的 也不可能被遗忘 我凭什么要原谅他们 凭什么他们做了坏事 却还可以先按理得的享受一切 我等着他们全都付出代价 我调查了王一鸣家 发现他爸爸管理的公司 不过是我叔叔名下的一家分公司 也就是说 他家的公司现在是属于我的 我就是喜欢抢别人的东西 谁让我有本事 你看看你自己 拿什么跟我比 我记得上辈子去找王一鸣的时候 他看着我的目光 带着浓浓的不屑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比 李藏和在我跟前就像一条狗 我让他像东 他不敢像西 这你的孩子 虽然我很讨厌他们 但是当多了两个宠物也不是不可以 王一鸣以其轻蔑 你看看你 活得还不如我家巴姨 等你什么时候够资格了 再来跟我说话吧 说完这些 王一鸣就让人把我拖了出去丢在地上 我就像是一条丧家之犬 那种被羞辱的感觉 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出来 我让人调查王一鸣 他曾经结过一次婚 不过没多久就离婚了 得知他妈妈也是小三上位 挤走了他爸爸的原配 还害得人家流产了 不能再生育 我冷笑一声 抢男人的习惯 原来是一脉相承的嘛 蒋律师曾经是我叔叔非常信任的人 他也在尽力帮助我接管公司 并知道了我从前的经历 我让他帮忙调查王一鸣父亲 王川山公司的情况 蒋律师答应了 他很快送来了一份资料 王川山这些年 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上面 尤其是涉及了很多公司 财务上的问题尤为严重 我让蒋律师暗中帮我处理这件事 但不能让王家人那么早就发现 除了这之外 蒋律师还查到 王一鸣开的美容院 曾经出过几次事故 还差点把几个女孩整毁容 这件事都被他压了下去 我联系了那几个当事人 告诉了他们 王一鸣即将订婚的事情 还贴心的把订婚典礼的时间和地点 告诉了他们 做好了这一切 我坐着豪车 被司机载到了订婚现场 我故意找下车理会 和月鸣一起拎的甜品 直接走到了酒店为礼堂 因为时间还早 这里没来什么客人 不过在大厅的桌子上 已经摆放了一些甜品 看样子 还是我们市区里 一个非常有名的甜品店做的 月鸣有些茫然的问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笑了一声 安慰月鸣没事 这不过是李葬盒的小把戏而已 就是来羞辱我的 果然就在这时候 王一鸣挽着李葬盒过来了 跟在他们后面的 还有李帆飞和李瑞心 好巧啊 王一鸣笑着跟我打招呼 没想到你真的送过来了 怎么 你这个人类的钱 没有一点骨气吗 不过你的东西我可不敢吃 随飞 瑞瑞 你们帮帮这两个阿姨 把他们带来的东西丢出去吧 对了 钱便忘了 我们不占人便宜 李瑞心上来飞着脸拉着我 你怎么过来了 你是想来闹事的 爸爸好不容易和王一结婚了 你就不能安分点吗 李三菲也训斥我 上来就拉着我的胳膊 要把我送出去 放手 我扯过自己的衣袖冷静地说 我今天不仅是来送甜品的 还是你们的客人 说把我拿出勤俭 勤俭上写着我的名字 身为目前总公司的继承人 我想要一个下属女儿的订婚勤俭 还是做得到的 王颖玲一把扯过勤俭看了起来 随即怒瞪了李藏和一眼 你给的 李藏和赶忙贴心关系 真的不是我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弄到勤俭的 王颖玲还想对我再说些什么 这时 来了几个人同他打招呼 他赶忙端起笑脸去迎接客人 其他几个人狠狠瞪了我一眼 也跟替虫似的跟了过去 李瑞欣扭过头警告我 你别想破坏爸爸的婚礼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我没有理他 而是淡定地让月月把甜品 都放在甜品台上 自己拿了一个小蛋糕吃了起来 我不是来搞破坏的 只想来看个热闹 随着来的客人越来越多 好戏很快开场了 王颖玲 你不得好死 几个戴着口罩的女人冲了进来 对着会场 开始又砸又打 一个女人痛哭着扑向王颖玲 你毁了我们的人生 凭什么还能这样好好过日子 王颖玲尖叫着躲在李藏和身后 那个女人被随后上来的保安制服 她的口罩也在挣扎中从脸上落下 只见她的鼻子缺了一块 下巴也歪了 一张脸变得有些扭曲吓人 正对着她的李瑞欣 吓得也叫出了声 又不是我给你做的手术 你找我做什么 你是不是想挪钱 王颖玲对李藏和护着 李直气壮的说 你们都签了手术同意书 还得到了赔偿 就算闹事也不该找我闹 谁给你们做的手术 你们找谁去 如果不是你让手下的医生骗我们 我们能变成这样子吗 那个女人痛哭不止 你招的是什么三无医生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赚了这些黑心钱 我们的医生都被毁了 人叫喊着被人嫁了出去 我不会放过你的 其他的闹事者也被抓了起来 会场门闹剧 这才渐渐落下帷幕 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讨论起来 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这有什么稀奇的 你没看那视频吗 怕这小四呢 你看那男人的孩子都多大了 真是脑子不清楚 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这种场合都有人来闹 真晦气 以后也好不了他 我脸上带笑 收起拍照的手机 王颖玲气的脸色发绿 还不得不挤出笑脸应对别人 他父亲王川山脸色也没好到哪里去 看都不看李藏河一眼 本来带王川山上台发言 他依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一言不发 还是王颖玲和他妈妈三请四请 才把他请上去 王川山黑着脸上去 他接过话筒说 今日小女订婚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 赏光前来参加小女的订婚宴 我经常告诫家里人 做生意一定要务实 刚才只是个小插曲 希望没有影响各位的心情 就在他说话的功夫 大厅的门再次被打开 一对警察走了进来 也好 有人举报一魔用公司公款 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爸爸 王颖玲一下子上前挡住了王川山 怎么回事 你们没有证据 不能带走我爸爸 周围的人纷纷被面前的变故惊呆了 证据 我有证据 我站起身 走到所有人面前 凄定神闲的站在王颖玲和李藏河面前 又是你 又是你在搞鬼 王颖玲再也没了他高贵优雅的样子 托付一样上来 想要撕扯我的头发 李藏河扶着王颖玲恶狠的看着我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 我们可以告你污蔑 我可没有污蔑 我站在那里 在他们面前挺直的胸膛说 我是故事集团现任的继承人 是原告 这下子 所有的人都愣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王颖玲喃喃自语 你肯定是骗我们的 你一个黄脸婆 什么都不会的老女人 怎么可能是故事集团的继承人 一位分公司的老总走到我身边 对所有人说 我可以作证 这位小姐就是故事集团新的继承人 是已故的故老先生的侄女 这下所有人都傻眼了 在他们的注视下 我昂首挺胸 离开了订婚礼堂 完全没有理会 身后王颖玲对我的咒骂 过了一会后 李瑞欣和李帆飞 开始疯狂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我接通了一个 那边立刻传来抱怨的声音 妈 你任主归宗弄大事 怎么不跟我们说 我和我哥 可是你的亲生孩子 妈 你现在真的是故事集团的继承人了 那故事将来不就是我们的了 我不是你们的妈 我和你爸已经离婚了 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们两个现在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说吧 我挂断了电话 拉黑了他们所有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他们还换了手机号打过来 只责我生事有钱了就不顾亲情 不想要他们两个亲生儿女了 果然啊 他们知道我有钱了 就像闻见了鲜血味道的苍蝇一样凑了过来 还想着从我这里分一杯羹 从前我没钱的时候就是丢他们的脸 连开家长会都不让我去 如今我有了钱 他们又愿意叫我妈了 竟然还妄想他们以后能掌握故事 真是太可笑了 我换了手机号 住进了一个新的别墅中 还找了许多老师 开始学曾经没有接触过的知识 对我来说 这并不简单 不过在经历了上辈子的一切事情之后 我才发现 能好好学习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需要不断充实我自己 学习一切我能学会的东西 这种日子虽然劳累 却很充实 这天早上 我再次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依旧是三十多岁的面庞 却和从前的我有许多不同 但是一种由内之外的蜕变 我对自己笑了笑 告诉自己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但这美好的一天 很快被不速之客打破 保姆告诉我 有人在小区门口想来拜访我 我一看监控视频 这不就是李藏和他们三个吗 竟然找到这里来了 不见 我不认识他们 我一口回绝 谁知过了一会 小区保安又给我打了电话 他的声音有些为难 胡小姐 他们在小区门口闹起来了 其中两个人还说是您的儿子女儿 您看这该怎么处理 报警吧 我对保安说 你们要是不方便 就由我来报警 最后他们还是没能进来 我知道他们现在肯定抓心脑费时的难受 就为了和我搭上一句话 从前我说话 他们都是爱答不理 现在完全反过来了 几天之后 李藏飞和李卫心 不知道怎么混进了小区 他们摸到我的别墅门口 使劲敲门 在外面喊我 妈 我是卫心啊 妈 你开开门啊 妈 难道你有钱了就不认我们了吗 两人在外面大吵大闹 我开门走了出去 隔着一道铁门和他们相望 见到我出来后 两人很是惊喜 李卫心直接扒在大门上 眼巴巴的看着我 妈 你快让我们进去吧 是啊 再怎么说我和李卫心 也是你的孩子 我知道你还生我们的气 我们从前气 你都是爸爸逼我们的 我们也不想的 我们怎么能不爱你呢 他见我不为所动 和李凡飞对视一眼 接着跪在了地上 妈妈 我们从前真的不 是故意的 都是爸爸逼我们的 你最疼我们了 不会不管我们吧 我看着他们眼中的贪婪 他们赤裸裸的算计 就差写在脸上了 真可悲 我从前竟然为了这样的孩子 奉献了大半辈子 换来的不过是他们狼心狗肺的背叛 只要有钱 他们可以认下任何人 做他们的妈 你们走吧 不然我就叫保安了 我再说一遍 我和李葬河离婚的时候 已经签订好协议了 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转身准备回屋 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找律师咨询 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妈 你要是不认我们 我就不活了 李卫心尖锐的声音响起 李卫心看着你养了 十几年的孩子去死吗 我瞥了他一眼 淡淡的说 你们死活 不关我的事 上辈子就是这样 他以死相逼 让我和李葬河离婚 现在他又用这个方法 却是想认回我这个母亲 我知道 他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毕竟一个那么贪恋钱财 和享受的人 怎么可能会随意的去死呢 他不过是想威胁我 让我妥协而已 这次他的算盘可打错了 见威胁对我没用 比瑞心和李帆飞开始 对我破口大骂起来 骂我冷血不是人 骂我有钱了 就不认自己的亲生骨肉 说我没良心 我让人联系了保安 直接把他们俩丢了出去 这天晚上 有几个人联系了我 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 正是我冷的脸 赶走兄妹俩的片段 有钱了就不认自己的亲生孩子 虎毒不食子 最毒负人心 这视频中 把我剪辑的完全就是一个 发达就忘本的恶毒女人 下面的评论纷纷指责我 骂什么的都有 抛付气子 这都是什么人呢 蛇蟹毒负 看清楚她的嘴脸 以后找老婆别找这样的 我找到和李葬河的离婚协议 加上从前 李瑞心和李帆飞发了一些视频 以及当初在民政局门口的视频 整合一起后一块发到了网上 并对这件事做出了澄清 我和李葬河离婚 两个孩子非常明确不愿意跟我 想要跟他们的新妈妈 他们从前以我是他们的母亲为耻 出门在外碰上 从来不喊我 在他们眼中 我不过是个保姆 如今我有幸继承了一笔钱 他们又想来 认我这个妈妈 我想请问一下诸位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怎么做 大家看完视频后才发现 原来我就是当初那个 被小三小四逼的离婚的可怜女人 我的孩子 就是那两个白眼狼 一部分人开始拍手叫好 这就是天道好轮回 不要认他们 让白眼狼自生自灭去吧 这两个孩子 跟狗闻到骨头一样 见他们的妈有钱就过来了 真是不要脸 那不还是跟他们的爸学的 有什么样的 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女 千万不要认他们 一毛钱也不给他们 还有一部分人开始盗的绑架 就算他们做错了事 你是一个大人 怎么能和孩子计较 你该反思 是不是从前自己做错了 然后让孩子重新接纳你 孩子是无辜的 不能不认孩子 怎么那么狠心 对于这样的评论 回问我说 下面很多人 都已经和他们吵起来了 我找人调查了 放出视频的人 发现就是李凡飞兄妹俩 我想法人对他们提起诉讼 并出示两人毁坏我的民意权 以及编造不实言论 诽谤我的证据 李凡飞和李瑞欣 很快被抓了起来 这天我正从公司回来 一身狼狈的李藏和 冲到我面前 对着我大吼 张秦霜 你不是人 你是不是想把你自己的 亲生儿女送进监狱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恶毒 你快让人把他们放出来 他衣着蓝绿 胡子邋遢 神情憔悴 再也看不出 从前那副英俊替躺的模样了 我看着面前 一脸发狂的男人 不明白自己从前 怎么就鬼迷心窍 看上这种货色 他们以前冲我叫妈 羞辱我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我是他们的亲妈 如果不是你们几次三番 来找我麻烦 我也不会这样做 我冷声对李藏和讲 我不欠你们任何人的 如果你们还敢对我做什么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 我坐上车准备离开 李藏和又开始柔声哀求我 是我错了 双双 我真的知错了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求求你看在咱们 那么多年感情的份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孩子们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 是你们不懂得珍惜 我明白他们这种人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忏悔 如果我还是 从前那个懦弱的 对 他们百依百顺 没有继承钱财的普通人 他们根本不会对我有 任何忏悔的心情 如果不是为了钱 他们怎么可能做到这一步 我转身上车离开 留下李藏和在人地气到跳脚 李藏和在人来人往的公司门口 跪在我面前 穿着当年和我结婚时的衣服 手中还拿着那枚 我们结婚时的戒指 我瞥了他一眼 这人真是越来越厚脸皮了 保安 把他丢出去 以后不准他进公司的大门 我告知身边的保安队长 不要让我在公司看到他 几个保安架着李藏和就要出去 李藏和还在打情怀牌 双双 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这一次错误呢 我知道还是爱我的 你只是在责怪我 但我们一家人回到从前不好吗 我们两个 还有两个孩子 我们一起幸福快乐的生活 他陶醉在自己的幻想中 脸上满是自以为是的深情 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么无耻的人 滚 别让我再看到你 不然我就告你骚扰 我嫌恶地看了一眼李藏和 懒得和他多说话 李藏和像一条狗似的 跟在我身后哭哭哀求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黑大衣 戴着帽子和墨镜的女人出现了 他从手中掏出一瓶什么东西 向我拖来 还好我身边的保安 眼疾手快地扯过我 让我躲开了这次偷袭 张晴霜 我要杀了你 女人说着 就像我扑了过来 我定睛一探 发现是疯婆子式的王颖铭 她如今面容憔悴 衣着蓝绿 听说她所有的房 车都被卖了 她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没想到她竟然找到这里来 还想用什么东西托我 几个保安和公司的员工护着我 王颖铭则是被人制服压在地上 李藏和有些愣地看着这一幕 随即冲到我面前 指责王颖铭 你敢欺负我老婆 不要命了你 谁是你老婆 李藏和你混蛋 我和王颖铭的声音同时响起 李藏和和王颖铭批心关系 从前我是被你蒙蔽了 都是你勾引我 我才犯了错 现在我要弥补错误 王颖铭似乎也没想到 这个人会那么无耻 她通红着眼睛 对李藏和破口大骂 从前营造的那些优雅 高贵的形象统统消失不见 只剩下壮丝疯癫的模样 我看着她 又想起自己也曾经被逼到这样子 觉得真是风水轮流转 我并没有去刻意报复王颖铭 她如今变成这样子 更多的是自食恶果 其他人护着我离开 李藏和还想跟上来 被保安们围住 不让她靠近我 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走远 王颖铭则是疯了似的 扑倒在李藏和身上 狠狠掐住了她的脖子 都是你 都是因为你 我才落到这个地步 我要杀了你 我还多怪你呢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跟她离婚 我现在就是亿万富翁了 李藏和也不甘示弱 两个人就像野兽似的 撕扯牛打到一起 其他人想去拉架 也被王颖铭凶狠的眼神吓到 站在一旁不敢再上前 我看腻了这出闹剧 随着电机门关上 我不再去想那些乌七八糟的事 今天我是来开会的 没时间陪那两个人耗下去 我告知蒋律师 收集好王颖铭袭击我的证据 准备告他故意伤人罪 下午的时候 蒋律师就把另外一件事告诉了我 今天中午 是时候落幕了 我也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两年后 我正式着手接管公司事宜 成了名副其实的顾总 至于李藏和 李帆飞和李瑞欣 则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 李藏和在被王一铭刺伤后 并没有死 只是脊椎神经受伤 已经不能自主站立行走了 李帆飞和李瑞欣 被空开手所放出来后 并没有再去上学 每天一门心思想着从我这里搞钱 甚至还策划了一起假的绑架案 假装自己被绑架 但我出钱去赎他们 我自然没有被他们的小把戏迷惑 更没有多家理会 他们还以我的名义 到处借钱 或者花天酒地的生活 在被我收集证据告上法庭之后 两人收敛了一阵子 最后被讨债的人 逼得只能卖掉了李藏和唯一的房子 他们一家人也没有了容身之处 听说李藏和后来过得异常凄惨 他住在河边废弃的小屋中 两个孩子根本不管他 李藏和一开始 还能靠着几个朋友的旧级勉强生活 随着时间越久 他的朋友也都不愿意再出钱管他 他只能去起跑 李藏飞和李瑞欣 还不忘找个有钱靠山的想法 听说李藏飞靠着脸 找了一个富婆包养 可没多久 富婆就腻歪了 他又被富婆抛弃 值得跟着李藏和去住废旧房子 两个人整天为了钱 为了一口吃的 闹得不可开交 而李瑞欣则是找了一个富二代男友 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谁知那男人是个海王 还是个假富二代 知道李瑞欣怀孕后就跑了 李瑞欣再也没能找到他的踪迹 路是自己选的 他们如今落到这个地步 也是他们一次次的选择造成了后果 我站在故事大楼向外看 夕阳的余晖落在房间里 这多么像我上辈子死时的天空 不过我已经不是上辈子的我了 感谢上天让我重来一次 摆脱了过去的阴影 活出了属于我自己的人生